你好各位观众我是华咪咪 欢迎收看今天1月5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关心 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二代健保修正案之后 卫生署长杨志良立刻发表声明 宣布他已经向行政院长请辞 杨志良今天进一步向媒体表示 这一年多以来他感觉如坐针毡 现在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 他不可能再接受未留 而晚间的最新消息是 行政院长吴敦毅已经批准了杨志良的辞呈 但是杨志良答应留到这个月底再离职 一刀切下猫熊手中的竹笋 卫生署长杨志良这下真的要辞官务农去了 各自努力 那我要自求多福 一个上午待在卫生署办公室 就是不愿意直接面对媒体的杨志良 没想到下午在健保局还是躲不过紧追的媒体 我是一个粗人脑袋空空 除非把我吊起来靠打也讲不出什么话来了 一年多来了 如坐针毡可以吧 如坐针毡这是他担任一年又五个多月卫生署长的心情 这次词意有多坚定杨志良想走的理由有三点 首先没办法依照专家学者所托付的 百分之百达到二代健保改革理想 他觉得很遗憾 另外整个修法过程曲折很多 令长官跟同僚都很费心 这是他自己能力不足 所以在修正后的健保法实施没有困难的情况之下 他决定请辞 面对杨志良这次词意圣奸 总统马英九跟行政院长吴敦毅在第一时间 还是希望他以国事为重继续留任 我会全力为了他不管他的执意是如何 不过刚刚傍晚传来消息 吴敦毅在跟杨志良肯谈之后决定准辞了 历经美牛风波健保调长以及这次二代健保的修法纠葛 曾经公开批评台湾选举文化影响民生政策的杨志良 面对外界的是非褒贬 他终究还是选择忠于自己 记者综合报道